2020年第一天 乔路基金会举办了一场茶话会 邀请湾区各城市的华裔民选官员 与社区民众座谈 讨论的话题涵盖面广 从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 领导力公民意识 到2020年人口普查的重要性 内容丰富 吸引了100多位民众参加 菲莫市议员黄杰迪说 任职至今 令他最自豪的事情是 当菲莫市推动建立游民中心的时候 有上千居民表达担忧 2019年7月举行的一次市议会上 有2000多民众拥挤在市政大厅外 将近300人发言 导致会议开了5个小时 而他尽量听取民众表达意见 曾经一天最多接到200多份额见 他表示 当居民表达忧略的时候 民选官员不能强行推行政策 而应尽力解释 不要忘记你代表谁 为谁发声 来自萨尔涛高的学区委员 高维军泽表示 当选以来 自己成为了学区的沟通桥梁 帮助了解华语选民的需求 他曾邀请学校学间到学校来参观 加强了学委和家长的联系 联合市学区委员王耀明 26岁从上海移民到美国的时候 身上只有40元钱 后来他的事业稳定了 决定回馈社会 帮助其他人 他决定参选学区委员的时候 作为第一代选民 竞选的挑战非常大 首先就是语言观 有人称以英文有口音来攻击他 但他总是回应 我是有口音 但在努力学习 他用自己的经历 激励更多的华裔孩子参选 米尔皮特斯的学区委员 蔡和军表示 华裔要多参加公共事务 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否则 政策会不利于我们 你不在意识座上 就可以在别人的菜单上 任人宰割 茶话会的主办方 乔路基金会主席原文 还介绍了将于今年3月开始的人口普查情况 美国政府每10年会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有人介绍说 人口普查中的资料 将把超过800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 分配给学校 图书馆 食品券和医疗保健等重要服务领域 人口普查的资料 也将用于分配政治代表席位 居民所在地区的人数越多 拥有的代表席位就越多 希望涉及民众积极参与 支持人口普查